为了高雄的城市进步发展 我们共同努力 我希望我也愿意我们会 我们希望看到陈其迈市长 我们现在既然负债金额确实这么高了 可是我们可以共同努力去中央来争取 去修正我们的统筹分配税款 对高雄的比例要提高 你只要承诺愿不愿意就好了 我们会争取 权力以赴吗 跟不同党派的议员一起 我们从林举债开始 市长你同意吗 市长你有同意吗 林举债 有收信心 能够站在高雄市民 为了高雄的城市进步发展 我们共同努力 我希望我也愿意我们会 我们希望看到陈其迈市长 我们现在既然负债金额确实这么高了 可是我们可以共同努力去中央来争取 去修正我们的统筹分配税款 对高雄的比例要提高 并且在极力的增加 中央要给我们 计划型补助 一般性补助 专案补助 我们都能够 能够给我们多少 我们就尽量去争取 全力以赴 希望减轻高雄的负债问题 你只要承诺愿不愿意就好了 我们会争取 权力以赴吗 跟 不同党派的议员一起努力 会 只要是能够帮助高雄城市进步 陈其迈市长 我觉得这个不分党派 今天我们看到那么多的议员 大家都是希望看到你 能够去中央 去中央 立法院 把高雄的新声带给他们听 我们要看到修正统筹分配税款 好不好 跟议员报告 2300亿的前瞻基础 2.0 前瞻2.0 送到立法院 希望不分党派都能够支持 因为里面有很多我们高雄的建设 市长你用答文不对题 我现在问你是统筹分配税款的修正 愿不愿意去努力 同同努力 好不好 针对问题来回答 我希望看到只要任何对高雄 有能够有帮助的 我们全力来支持 好不好 要对高雄要能够为经费来努力 好谢谢 我们接着把时间给陈若崔议员 好谢谢我们梅雅 齐天员 我们革雄学的再见 要永续就要有共识 刚刚呢我们议员就叫你的问题 就是希望能够达成共识 未来呢我们逐步的减债 或者是如何的还债 这是我们市民非常关心的问题 我们所有的议员呢都是我们托付着我们市民的这个这方面的一些托付来到这边来询问你这个问题 所以希望呢你也能够呢诚心的做这方面的回答 那我想呢大家非常关心的就是如何减债 减债不是说债务一直往上加 刚刚呢我们议员也有讲了 我们高雄市现在的财政啊 每一年的债务利息啊 市長你怎么知道 人家的债务利息一档要付多少 市長你知道吗 市长你们有耳朵啊 市长我们一年的债务利息多少你知道吗 债务利息 债务利息 一档要多少 大概16亿左右 26亿左右啊 你看会怕死人啊 26吗 16 16 我的资讯是差不多21亿啊 差不多21亿 那我想呢我们今天呢从 从下午开始呢我们看到的这份报告 我只能讲我没有看到非常明确的一个还债的计划 跟我们这个年度的 这个所谓的 这个债务的这个平衡的这个 进度喔跟这个骑程 那感觉呢 有些哪 无些计划 好像呢这一本呢就好像是作文比赛一样 我请问一下 我哪里面的来讲 你们说要活化我们公有的这个土地 请问一下喔 你们所谓的活化 起来活化多少个面积 你要告诉我们预期的能够达成的效益是什么 那没有计划 那请问一下没有分歧 那如何去达到我们的还债目标呢 我这个里面我是没有看到 那另外呢我也没有看到的就是我们早上呢 中午下午呢 我们财政局长在讲的 所谓的我们财政的一个创新 我也没有看到 提出有任何让我感觉呢 有办法呢 去做我们这个 任何的一些财务的一些改善 包括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我们面临的财务困境 推动的重大我们的这个轨道的交通的建设里面 你看看我们的这个环状的轨道要花多少 快要将近两百亿啊 我们的结议要花一千多亿啊 我想这个部分呢 都是我们地方的一个配合款 我们必须要自筹啊 我们还得要自己去筹筹啊 那我想呢 市长你昨天呢 在这个我们的总预算报告里面呢 我觉得你是轻描淡写 虽然呢 你有这个指示我们的财政局长说呢 希望他可以呢 能够呢尽快的去拟定我们的财务收支的平衡计划 对不对 那但是呢 市长我问你一下 2005年你当这个代理市长的时候 你也提出过10年 我相信你应该还不陌生 2005年 距离现在才15年嘛 你也提了一个10年的财务收支平衡计划 那请问一下15年过去了 我们还在这边谈什么还是在谈我们的还债 还是在谈我们的举债 然后跟中央呢做伸手牌 还得要跟中央争取 那请问一下 老狗玩不出新把戏 我们未来如何还债 不会再留子孙 启定 我真的要真心的提醒你 因为你现在当了我们的市长 这个当家的方知 辞家难 尤其呢 是我们财政部 你看上个月 才公布了我们这个所谓的 我们六都的这个负债表 我们高雄又明年第一啊 什么第一 举债第一啊 我们举债第一多少 公债我查起来是高达2477 刚刚说多少 我们举债多少 2583亿啊 2583亿平均我们一个国人 不敢写在里面啊 我们一个国人 要平均负债多少 财政局长负债多少 我们一个市民要负债多少 请问一下 平均钱要负债多少 来请 财政局长 平均一个要负债多少 陈局长请答应 那个议长 还有那个陈远 我们目前来讲 节市上个月底是243D 每个人的平均负债务是9.04万 你看9.04万啊 局长我们还要讲说 我们高雄的荷包很光荣吗 我们还要讲说我是高雄 我很骄傲吗 我跟你讲 现在的市民是苦哈哈 我们的议员呢 我们负有监督的责任 我们必须要钱花在刀口上 必须要为我们的市民 长好我们的荷包 来你请坐一下 陈友可以讲一下吗 我们没有感到很光荣 所以我来坐这个位置 就是非常的辛苦 要让我们的一个整个财政变得 对嘛 所以我跟他讲嘛 当家方之辞家难嘛 现在就是你们的责任啊 执政的就是责任啊 所以我刚才在宣报里面开源接流 我最成员 生得很好很清楚 这个我待会会讲 没有人不知道你的辛苦 每一院的市长都很辛苦啊 大家都为了这个筹钱的部分在努力啊 好 那个局长你请坐 我要讲的是 你看你们110年度的 我们财政的这个总预算案 虽然我们的税入税出的部分呢 这个差短的部分是63 但是我们还是举债在支印啊 我要讲的是 市长你未来 你这所有的政典 你的所谓的四个优先 那说实在的 老实讲呢 我们看到的 就是未来可能各个局处 会把预算案的部分 送到我们各个我们委员会来做审查 我们也会逐一的来进行检验 但是我也看到里面有一些规划 有一些都还在评估当中啊 像比如说 你说四年要盖八千户的社会住宅 我们10座的国民运动中心 还有刚刚本席所提的 我们的轻轨 我们的捷运 想想看啊 这些我们未来的规划 还债的方向在哪边啊 还有呢 我上次在我们的筹编的说明会里面 我有特别针对我们的桥科 桥头科学园区 桥头科学园区总经费呢 135亿 那你上次呢 回答的不清不楚 我问你说呢 明年会不会动工 有没有 你回答的不清不楚 然后我要一份旗程表 到现在也没有给本席 这让我非常的怀疑说 哎 市长啊 到底是准备好了吗 明年我们真的可以去 就像你讲的 选地招商 不只动工 你这样回答我的 对吧 所以我们也希望呢 未来桥科呢 真正的能够赶快 往前去做招商嘛 这是我们乐意的 这是我们引颈期盼的 甚至于呢 就像我们大家 为什么会这么关心 这件事情 也是因为就像 刚刚呢 我们前一位 我们的这个 吴义正议员所讲 统筹分配管 对我们来讲 包括我们刚刚的 我们的 陈美亚议员所说的啊 这个统筹分配管的 制度不公平嘛 为了我们桥科 下去了之后 哎 我们的这个比例 我们要的是更多啊 怎么反而我们上脚的 多我们地方 留下来的少啊 等等的这些问题 我们没有希望说 讲到一份旗 这没有一档席 好不好 市长这个部分 我们要再次的提醒你 那另外呢 就是市民非常关心的 关心什么 我们的基础建设 还有我们要有一条 安全的道路 我讲这是市民非常 基本上面的一些要求 未来呢 我们这方面的一些 预算上面 还有包括你说的 智慧城市 智慧城市的5G 还有你说的 AIOT 全面要发展 还有包括我们 所有的议员 非常关心的 我们所谓的财政纪律 永续的问题 还有包括呢 我们财政的划分法 是不是赶快改变 改善 增加 还有包括呢 我们之前讲的 我们的人事费用 非常的高 那如何开源节流 等等 是不是能够 在这份里面呢 我们完全看不到 更好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 开源节流的方式 所以我刚刚讲了 钱要花在刀口上 我们所有的议员呢 都要顾好我们市民的荷包啊 我想一尖一算 我们呢 未来呢 在我们的这个财经 或者是我们财政上面 这方面的预算呢 我们也都会 真真计较 那我还要讲的就是呢 我们招商的成果 也会反映什么 反映在我们改善 我们的财政 还有呢 我们的便利预算上面 所以市长 你说两当拼四当 我希望 不是两当 把我拖四当哦 市长 我不希望两年拼四年哦 我不希望两年拖四年 把我们的经济 把我们的这方面的财政 都拖垮了 真的要紧紧紧紧 所以我想呢 未来如何去因应 我们这个债务的循环 这是一个课题 也是你的建议 所以市长 你一定要记住 那我想呢 当然呢 这个部分 我很开心的就是说呢 我们财政部长呢 财政局长了 财政局长 今天下午呢 有报告说 未来我们会朝向 我们这个零举载的目标 对不对 所以在这里呢 启动 刚好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什么要求 我们举载之前 一定爱先做止血的动作 所以我们从零举载开始 市长 你同意吗 市长你有同意吗 零举载 同意吗 请答复 市长你给我 答复一下 你同意吗 零举载 我们从零举载开始 这样的一个目标 议长 呃 陈议员 我们从 整个开源 节流的方式 尽量能够不举载 当然不举载 市长你做不做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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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长你会靠信心的 市长全头要硬起来 市长你做不做得到 领取这个目标 我们的财政局长有讲了 朝这个方向 你自己都不敢承诺 我们怎么会有信心呢 来市长 来给我回答一下嘛 市长 目标啦 目标 这个财政局长 刚才讲目标 但是我们还是要考虑到 整理的城市的建设 你已经提了零基的精神了嘛 你已经提了零基的精神 怎么不敢承诺呢 市长 市长 我刚刚有讲 这个局长 我们会从开源接流的这个部分朝向这个目标来努力 我做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板子嘛 承诺说 你两天要拼四天 我刚才说了 两年不要拖四年 那既然呢 今天我们做了这样的负债总额降低 偿还计划跟统筹分配款 做了这些修法的一些专案的报告 任内我们不举债嘛 你可不可以做这个承诺呢 让我们市民可以全力的来支持你 你这些未来重大的一些建设方案 我们可以继续的来推动市长可以买了 市长 签个名 我们不举债 我们朝这个方向来努力 就像你讲 权力 可以吗 我可以回答吗 我可以回答吗 来 请回答 可不可以做得到 议长 臣业 我们要把所有的问题 做一个厘清 现在是在疫情的期间 全球包括台湾 我们采取这种 不管是扩大公共投资 市长 你一句话 你跟我说就好了 你就是说你做不到嘛 是不是 你做不到嘛 那你为什么要讲 我们民主政的目标呢 我都会反映在我的预算里面 我觉得呢 这个部分呢 就像我们 陈美娅一言讲的 你碰到事情 就是 今生今早 我们市民怎么会对你有信心呢 我们未来的负债那么高 你要去想办法去做解决 连这样的零举债的一个动作 你都不敢承诺 我们市民叫你签名 你通通不敢承诺 我当然知道 你会极力争取啊 对不对 市长 可以吗 我怕你头前 你会给我签吗 可以吗 在这里公开讲啊 会不会帮我签 两年拼四年 任内不举债 你这上面自己写的啊 零举债 零举债目标啊 对不对 来启丁 来我们时间先暂停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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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起立 我想我证 真的希望你硬起来 那我们也看到了你们的态度 那这样的一个态度 我想要让我们怎么样去支持说 未来你能够有偿还计划 然后未来每个年度的 这个造物的部分 能够如期的去做到 这么多的一些建设 我觉得我们真的打了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问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